黄岩岛海域摩擦频频 中非紧张局势一度升级 按照非几宾目前的这个节奏的话 基本上两三个星期都会发生这样一期 拉帮结伙 阵营对抗 是谁在不停搅动南海局势 希望跟蒙古把小马克思捧成为一个抗中的英雄 凤凰聚焦 新传黄岩岛真相 正在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王峰 近日来 中非两国在南海再起纷争 就在3月5号 菲律宾船只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之下 企图为仁爱交非法坐贪的军舰进行补给 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拦截和水炮驱离 期间双方船只也是两度发生了碰撞 其实自从今年的1月底以来 中非在南海的博弈强度是持续加剧 双方在仁爱礁和黄岩岛附近海域 总共发生了接近十次的摩擦 两国在南海对峙 是不会在今年迎来新一轮紧张局势 从军舰坐滩仁爱交到船只狂闯黄岩岛 菲律宾在南海到底下了一盘怎样的气 宽广海域 两船交叉相遇 船员受惊 避碰不及 还好有惊无险 船头擦肩而过 轻微碰撞 3月5日早上6点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艘船 与中国海警船又一次在南海相撞 好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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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 譬如 加雨 吴 要注意的补给还是允许 但是对这种运送建筑材料 试图加工的吸引 也坚决不允许 按照菲律宾目前的这个节奏的话 基本上两三个星期 都会发生这样的气质 这样的擦枪走火 近年来在南海海域屡见不鲜 阿里亚四年开研以来 菲律宾处在仁爱礁 与中国屡屡发生摩擦 在黄岩岛海域也是动作频频 据中国海警对外发布的消息 1月28日 4名飞方人员闯入黄岩岛交盘活动 2月2日至9日 菲律宾海警9701船 多次亲闯入黄岩岛临近海域 15日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3005船 亲闯黄岩岛临近海域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 目前的装备 大概只有西来一艘警卫船 其中有六艘 是澳大利亚建造的 那其他大概有六艘 是由日本跟美国所 所监政或者卖给菲律宾的 大概只有36米 有的甚至是不能停靠这个直升机 所以从它整个装备来看 是相当比较薄落的 其实每个国家 在维护海洋权益的时候 都有武装力量和直武装力量 就我们国家是如此 菲律宾也是如此 那么现在菲律宾 没有胆量展开真刀真枪的硬钢 所以现在它采取了一个 就是耍无赖的手段 开始用自己的植物装力量 进行这个频繁的挑衅 2月17日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 发言人表示 中国渔民在黄岩岛 使用禽化物破坏渔场 22日至23日 44艘菲律宾渔船 在黄岩岛附近集结 菲律宾方面表示 他们排队等待 来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和有关部门运送补给 期间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 3002船 不过中方劝阻和警告 执意轻闯黄岩岛临近海域 菲律宾渔船 这是中国海岸3302 中国对于社屋以外的 各国的移民 包括菲律宾的移民进行 补育是不阻拦的 就是菲律宾的捕鱼的问题 曾经有一定的默契 就是中方允许 这个菲律宾的渔民 在黄岩岛12海里之外 进行捕鱼活动 但是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之后 不承认跟中方有任何的默契 事后其渔业和水产资源局 发言人布里盖拉表示 我们的渔船可以继续捕鱼 而不用把注意力 集中在中国海上民兵上 他们不会遭遇干扰 与中国船只交锋 将是渔业局和海巡队的任务 渔民的生计与权益 似乎成了菲律宾当局 挑起与中国海警之间 争端的诱因 这些过去顶多只有二十来所 这种移民的船会积极 但是现在往往一下子 就能积极到四五十艘船 甚至不排除以后会有更多的船 会积极在这些岛礁附近 所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这样说话 就是要让移民放心 说中国顶多就是欺赶 不会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 本质上是要让菲律宾渔民 当人肉盾牌 这样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就是挑动菲律宾渔民 煽动民族情绪 在当前摩擦升温的情况下 不仅不采取降温的行动 而且还采取火上浇油的言行 刺激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 然后让他们打头阵 说你们在前面冲 反正你先把事儿弄到大再说 这也是我感到吃惊的这种原因 2月26日路透社引用卫星影像报道 南海冲突热点黄岩岛的入口 出现新的浮动屏障 具体位置临近菲律宾船只 及中国海警船近日频频发生冲突的地点 它是可以由两艘行政船 就可以把它拉开的 那我们都知道浮动屏障就有点像 我们在马路上设置的路障一样 你一旦设置路障以后 你的车子就过不去了 同样的道理你只要设了浮动屏障 船就过不去了 那这个效果是远比用军舰去驱感 还要好 军舰漆感的过程中就会发生碰撞 去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冒充渔民闯入黄岩岛 戴着通缉管和面罩潜入浅滩 切断屏障绳索 面对菲律宾频繁的挑衅行为 中国也拿出了自己海上工具箱 跟肩外逼 航路管制 通信干扰 水炮攻击等方式 都成为中国海警 以往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采取了驱离措施 水炮相对来讲比较激烈的执法措施 但是依然是在比较克制的范围 你知道东南亚国家之间 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之间 他们经常会发生流血事件 就通过开枪的 执法力量通过开枪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就从中国所进行的这些周围来看 中国还是留有一地 就是说对菲律宾还是网开一遍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 黄岩岛海域不存在主权之争 它就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场所 和休憩之地 在历代中国政府出版的官方地图中 黄岩岛都位于版图中 当时的菲律宾对中国拥有黄岩岛主权 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 1994年以后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 菲律宾政府以黄岩岛 位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为由 先后宣称 对黄岩岛拥有海洋管辖权 及拥有主权 菲律宾一直没有停止过 而现在又进入了一次小高峰时期 就是单边主义的海洋扩张 三方面改变海洋形状 黄岩岛是南海中沙群岛的一个环礁 距离中国海南岛500海里 距离菲律宾苏比克湾100海里 是中沙群岛掌潮时 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 地理位置优越性 赋予其军事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对中国来说 西沙群岛是坚守南海的大门 黄岩岛则是这个大门最重要的一把锁 他扼守着台湾海峡南端 及太平洋进入南海的通道 中国西纪管控了美濟礁之后 中国就在美濟礁催促造岛 以这个美濟礁作为一个祭典 那就构成了所谓小三角的 这样一个战略的态系 那小三角建构完成了 大三角只操黄岩岛 黄岩岛建构起来以后 就可以跟西沙跟南方的紫壁礁 就整个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形 因为菲律宾的海军实在是人类间最弱的国家之一 我们就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假设美国联合北约的国家 那要对黄岩岛下手的话 中国还有西沙还有另外一个 对于它进行的援助 那对于南沙的话 同样的道理 黄岩岛跟西沙可以对南方进行援助 所以中国大陆的 其实只差这个缺口 就是黄岩岛 那黄岩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而且如一旦形成这个三角 那么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止虑可待的事情 所以美国一定要防止 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跟美国 在南海进行决战 甚至是收复台湾的这样一个节点 所以现在就不断地刺激了 不仅是中非 而且是中美 整个南海战略神经 当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黄岩岛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自马克思上任以来 他就已经选择亲美路线 近期频频上演的美非军事演习 是否会影响台海政治亚太的局势 美国的亚太布局 菲律宾还将如何助力呢 日本的声援 台湾 双30 优优独播剧的主要 2月23日上午 菲律賓3002號余政船 攜帶多名菲律賓媒體記者 再次進入黃岩島附近海域 隨後又以為菲律賓漁民 補給物資為由 讓多名記者分別搭乘小型汽艇 登上黃岩島礁盤 並站在礁盤上 與菲律賓電視台 進行了新聞節目的直播連線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 他就已經把這些媒體 攝像機都架好了 就相當於把這個認知戰的坑 已經挖好了 你只要跟我碰撞 那麼這個事就幹成了 也就是說那些攝像機 在整個中非對抗當中 已經不是攝像機 它是武器 菲律賓現在新的南海戰略 需要把跟中國的紛爭 把它透明化 然後透過這個國際媒體來掀揚 讓菲律賓扮演一個受害者的角色 菲律賓如此頻繁地宣揚動作 背後的示意者顯而易見 南海爭議提供情報信息的 基本上是來自美國 他們所掌握的信息送給菲律賓政府 跟菲律賓的媒體 包括國際的媒體 這些應該都是美國要計較 中國威脅論的一個慣用的機器 這邊 美國示意菲律賓在前方的 南海邊界線瘋狂試探 另一邊 有高調公布懸賞令 吸引西方各大媒體記者 傅菲所一線報導 開展Zoomid的認知作戰計劃 3月5號 菲律賓海警船 衝撞中國海警船 一天後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發布了記者當日 碰巧乘坐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船隻 目擊拍攝到的中飛船隻對抗影像 前幾天 中國的海警航船 被砍撞了菲律賓船 水槍槍 這艘船是透露的力量和震驚 這艘船是透露的力量 而是實際上 禁止船隻從另一個國家 從來的海外的海岸 從來的海外的海岸 美國的國會的40億美元 是他們自己公認的 他們自己承認的 公佈的預算 他們說美國的國會的預算 是要用在對於中國的認知作戰 就是假設你寫了一篇文章 你可以先跟美國國會的相關單位申請 說你要去攻擊批評中國大陸 然後這篇文章 例如說在紐約時報登出來 那你本身除了跟紐約時報拿稿費 你也可以跟美國國會申請這筆錢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 怎麼一篇文章出來了以後 德國資深 英國的BBC 或者美國之音全部都會登 其實我倒覺得 他們那個都是有一個 中央廚房在供應 然而反觀提供此次輿論作戰場地的 獲得的遵從的這種地位 所以他們本身很樂意地 從跟美國的交往中 聽從美國人的指令 可以獲得美國的很多的援助 例如說美國在這個地方設軍事基地 那你設軍事基地就要給錢 那那個錢是給誰呢 對於他們來說的話 這個是巨大的政治利益 2023年4月以來 菲律賓已新增美軍軍事駐點四處 分別是位於旅宋島的一座海軍基地 和一座機場 在伊沙貝拉省的一座陸軍軍營 以及位於巴拉旺島 南端外海的巴拉巴克島 每一處都設夹在 與大陸和台灣對峙的關鍵位置 美國的這個對華的這個重點 從海洋方向上呢 就是兩個方向 一個是南海方向 一個是這個台海方向 那麼菲律賓所處的戰略地位 特別重要 它北面恰恰是台海方向 它的西面恰恰是南海方向 我們都知道旅宋島 就是菲律賓最北邊的島 它跟那個台灣島 應該講叫隔海遙遙相望 它這個允許美軍在這個方向 增設了軍事基地 巴拉旺省是個什麼方向呢 就是面對著這個南海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什麼 黃岩島 這個仁愛礁 這個美濟礁 還有這個中葉島等等 就是它要搶奪的南沙群島 那幾個島子呢 這個是它的那個 所謂巴拉旺省的那個方向 在這個方向呢 它又允許美軍增設了軍事基地 自去年11月開始 美飛雙方已在四個月內 舉行了三次海上聯合巡邏 和海上合作行動 10月21日 美飛展開為期三天的海上行動 聯合巡邏地點包括南海 和距台灣幾月一百公里的 亞米島 一個多月後的1月3日至4日 美軍出動航空母艦 巡洋艦 兩艘驅逐艦和多架戰機 參與兩國第二次海上合作行動 而最近的一次 則是在2月9號 依舊在南海登場 如此高密度的軍事合體 實屬罕見 美國人並沒有指望 說威懾中國海軍 你不要輕舉望重 因為這點狹刀小鬧的這個東西 威懾不了中國 要通過這一系列的 不同科目的密集演習 要提高各種作戰想定條件下的 美國、菲律賓兩支軍隊 多軍種、多兵種的合同作戰能力 這個是系列演習的真正目的 複製一個在烏克蘭的戰爭 美國現在也打算在菲律賓 或是在台灣製造同樣的情況 在最近的2月9號軍演中 美軍出動了獨立級濱海戰鬥艦 吉福斯號 這艘採用獨特三體船設計的艦艇 一直以美國單方面宣傳的 低成本、小噸位、機動力強而聞名 據台媒報導 台灣海軍也正有意採購 六艘美軍退役的濱海戰鬥艦 並已在去年夏天開始洽談 所有的一切令該艦艇的再次出現 引發外界關注 這個艦是一個爛艦 這個是一個爛船 美國自己也都後悔了 美國把它吹噓得很厲害 它強調它的速度很快 它可以跑到每個小時 將近90公里這麼的快 你想想看 船可以跑到像汽車在高速公路跑的那個速度 然後我是模組 我隱身 所以我這個戰鬥力很強 可是問題來了 第一個它容易拋錨 海軍的船只要拋錨 那就是一個把子給人家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由於它要跑得很快 要浮起來飛得很快 所以它本身要減重 那它一減重 所以它的本身的船殼 相對來講就很脆弱 所以後來美國就下令停產 這個船從此以後 在美國就再也沒有了 用掉一艘就丟一艘 而且他們的船還有很多要提早退役 把爛船要提早退役的船 就丟到菲律賓來 號稱很厲害 那簡直是可笑 你很厲害你就自己用吧 除了在南海邊界 一線配合美心的菲律賓海軍部隊 近期菲律賓總統馬克思 也一直游走在西方 日韓及東盟各國 尋求加強海上軍事合作 2月29號 他在澳大利亞發表演說 呼籲澳非聯合對抗威脅 澳方也隨即宣布 撥款2.86億澳元 用於加強與東盟 在海上安全等領域合作 再加上澳大利亞和美國呢 叫雪盟 什麼叫雪盟 美國只要認為我感到了威脅 你必須首先替我送死 這就是叫雪盟 所以澳大利亞現在也更加積極的 軍事上拉到 包括日本 韓國 菲律賓 沿著一條網 與此同時 各國和菲律賓 爭槍實彈的軍火交易 也在緊鑼密鼓地展開 法國已經要賣給菲律賓的潛水艇了 印度已經賣給菲律賓導彈 南韓又賣給菲律賓的一個新型的戰鬥機 那日本更不用說了 它已經沿沿不斷地在菲律賓打造新型的海岸井位船 而且那個墩位是比較大的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看到 菲律賓的軍隊就是一個萬國武器展覽隊 這事兒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儘管各方軍火紛紛向菲律賓聚攏 美國印太棋局 進行的也並不是一帆風順 3月4號 澳大利亞東盟特別峰會召開 會上以馬來西亞為代表的部分 東南亞國家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這就是等於集結給小馬爾西打敏 不久前參員去訪問越南 企圖把跟中國抗爭最激烈的這個 越南拉造站在他這一邊 但是越南現在正要趁上中國經濟發展的熱誌 並不想正面跟中國衝突 可見小馬爾西他的這種想聯合東盟的主張 就在中非南海爭端持續發酵之際 有媒體在上週爆料說中國在去年的時候 就曾經圍繞著南海有主權爭議地區局勢正常化的問題 向菲律賓提出了一共11份概念文件 每一份文件都提出一個解決辦法 包括如何去管理人愛礁黃岩島的捕魚問題 以及海洋生態保護等 希望雙方能夠制定一些指導性的原則 但是呢 菲律賓政府認為很多建議違背了菲律賓的國家利益 沒有積極的反饋 所以說截至目前中非之間在南海的緊張局勢 還看不到改善的奇蹟 感謝收看華人瘋狂聚焦 我是王峰 我們下期待會 再次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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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